我有卡在已經差不多八年多了 這一路上我們母子三個人是 我感覺我們是被這個社會 遺忘掉你知道嗎 到目前為止已經六七年 我還在吃憂鬱症的藥 最卑微的就是想要活下去而已 到了法律輔助中心 然後他們幫我請了一位律師 我已經清算免責通過 然後已經付全了 我覺得我已經重生了 我不用再害怕 我可以光明正大地 拿我的身份證 我的名字 我想對這些還在受苦的卡在住 我要告訴他們 真的要勇敢的贊助來 債務是可以解決的 然後尋求就是法復來幫忙